猫眼神一惊,案例讲你听 平等透明的沟通,从芯片屏幕到包装 甚至价格都一起讨论决定 用户参与度极强 群体逐渐扩大到196个国家 用户超过550万 企业出海就像鸡铜鸭讲 最好的办法就是入乡随俗 一家的团队 美洲人,欧洲人,亚洲人三分天下 将手机送给美国媒体 让媒体发表正面评测影响人群 印度人重视线下体验 他就破例在楼下开了一家体验店 而且一家堪称手机界的杜雷斯 科比推议特斯拉太空跑车 致敬霍金等热点 他都借是玩的起飞 一家的出海策略你学会了吗 点赞加订阅加收藏